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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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将斗地槽 双槽 单槽和分心斗地槽 是可以不同 因此不必规定平面形式 听堂结构施工叫电堂结构简变 但不宜建造多层房屋 用听堂结构建造小规模房屋 不用铺座 称为柱梁座 应用普遍 现存实力中 还有一种综合殿堂和厅堂结构的形式 如放过四大点 用纵 横 数三个方向的柱 梁 铺座等构建 互相交错 组成一个整体 施工繁蓝 辽金以后未见再涌 促脚梁结构 用于正圆或正多边形平面的建筑 每个柱头上的脚梁与中心的承杆雷公柱相交 组成员互方锥形五顶 在明清观世 建筑中 殿堂结构仅存表面形式 实际均为厅堂结构 称大木大室 普遍应用的柱梁座 称为大木小室 而促脚梁 则称为窜坚 多用于小型亭此外 在长江流月和东南 西南地区 习惯用穿斗式构架 它与厅堂结构 同属横向垂直的五架 但厅堂结构 由逐层抬高而减短的梁城寿领和屋顶的重量 故称台梁式构架 穿斗架用柱直接成品 不用梁 柱间穿方锦式联系构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现代木材的防火 防腐 防筑等药物处理技术日真完善 木材的改性 焦合和结合技术等均有较大改进 木结构已可用于大跨度结构建筑 因此 木结构在建筑中仍占有一定的比重 古建中国致力于打造未来建筑的产业链孵化平台 致力于弘扬传统优廉文化 继承古人以建筑作为文化载体的非凡创意及重要功能 唤醒建筑中缺失的中华历史文化 为精神文明建设 天砖加瓦 让建筑有文化 把文化带回家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华历史文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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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历史文明建筑